看我家老板工作的时候 是多么认真 他坐着上还放了个小狗 这就是那个拖地蹭屁股的狗 老板要吃冰淇淋吗 要啊 你去哪个冰淇淋店 我去那个洗洗礼的 你真是吗 你去拉克里米尼 拉克里米尼 那在哪 我告诉你那个 我们去过 行 那等会你告诉我 我去给你弄 那你给我拿过来一个 你要什么位子吧 开心果 开心果 还有什么 以前有花生 现在可能没有了 你问一下 还有啥 没有的话 就开心果 还能抽了那个干果 是 行 那我去给你买 我正好还有个 两个小球啊 我减肥啊 对 我还要办点我秘密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批评我啊 发现之后 你肯定要买衣服 什么 你说啥呢 这么会买衣服的男生 我什么时候买衣服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 是经常会买 现在也是 每次出来就买至少一件衣服 这样心情就好一点 我不是 我买的都是便宜的 他就一天不损我几句啊 就怼我几句 他就不舒服 那冰淇淋没了 你看这个小狗 这个小狗啊 这我不知道叫什么 脾气特别大 不知道叫什么狗 然后那个 我不知道中文名叫什么 然后这个我家那个拉不拉多 看他都迷糊 对 是不是 这个你看这个小晚上的毛还剔了 你确定吗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冰淇淋 然后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啊 ok 你还好问我了 什么给我拿过来 那家的冰淇淋 那个最好吃的 打包没问题吧 没问题 应该是不可以的 大家看了我戴这个墨镜 我怎么总感觉有点像盲人 盲人 我怎么看着自己从这个镜头里看 有点眼熟 你在室内戴眼睛 有点 不是我准备初觉 我这不是在室内戴 因为在室内戴 你就这么放放在这里面 不是 因为我这打算这马上下去 就先戴上 然后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 我正好看一下自己这个形象怎么样 这一看确实有点像盲人 不说了 行了 我老婆应该不会说我 看我老板这个办公室 从这儿望一去就是超市 我家老板一工作的时候 你看这个认真的态度 一脸愁容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顺美 欢迎回到什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回到你的频道 行了 我去了 拜拜 看我舞的 跟个蒙面霞似的 因为这边买这个东西 进店里边还是要戴口罩 所以我舞的现在不透气 看我在哪儿 对我在意大利的这儿啊 这里边东西太时尚了 多了 但是比那个H&M要好很多 我等会儿去试一下 讨好一下老婆出来买两件衣服 我穿这一身来的 等会儿我就换上 大家帮我看看好不好看 这个十一间太小了 不好拍 我看这条裤子不错 嗯 上面是我自己带来了 这条裤子 买下 夏天穿这样的比较凉快 这有点像麻料似的 下面有人收腿的 不好意思 我这个袜子有点太可爱了 上面两只小狗 再换另一个 这个白了 哎我感觉这条牛仔裤也不错 显得我有点胖一点 像破洞的 和多河这个衬衫挺大的哈 看 我这个情况都是这样 没有显得那么瘦 拿下 这个麻料的短袖也不错 但是感觉有点小 看我的肩膀在这儿 这儿在这儿 我一般穿S号了 所以这个我等会儿换一个M的 但感觉还不错 对吧 我又把我的盲人眼睛戴上了 我画了个M的号 这个肩膀看着比较合适的 但是下面比较宽大了 但我觉得呢 男人就不要穿紧身的 宽大点也好 就他了 这三个全要了 看我的形象 来咱们看看价格多少钱 这牛仔裤29.95欧 相当于30欧 然后我再看另一个 这个裤子 这短袖刚才换的 也是2.29.95欧30欧 看见裤子一个价格了 不过这个是麻的 还比较舒服 这麻的裤子 我们再看一下多少钱 这个贵点 39.95欧 就是40欧 这三样加起来就多少钱 就是100欧了 我觉得还挺好 合人币不到1000块钱 我给大家换算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还行 质量挺好的 在这个地方等着买单 还真是没有多少人 楼下女装人特别多 楼上面 男的衣服都特别少 卖了一大包衣服 然后跑出来喝个下午茶 又是一杯福德加柠檬水 加一点土豆片 刚才下雨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挺舒服的 这个是人生 买点东西就开心了 再喝一杯 做做劲儿 我不是没给我老婆买冰淇淋 她刚才给我来电话 说她不要了 因为现在 刚才下雨有点冷 然后这个天 现在也快晚上了 所以晚上就不吃冰淇淋了 但是我这个东西也是买了 我其实真的平时不怎么买衣服 以前一买都是买一个颜色打底衫 一下都穿好长时间 一下买个四五件也没花多少钱 这最近了夏天了 我觉得这个形象要好好导色一下 所以我就弄几条裤子和个短袖 但我老婆对这方面 就说男人不应该买那么多衣服 管的比较严 但是我这已经生米煮上熟饭了 我等会回去 看看她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点胆兔的 贴上有点乌云密布的感觉 这种感觉有点不太好 希望我没什么问题吧 走回去 我现在腿有点打颤 我回来了 看看她什么反应 老婆我回来了 你换办公室 我买了一点 我太了解你了 不生气吗 我哪生气 我就是太了解你了 你怎么了解我 我又不是经常买衣服的人 你们想关注时尚 时尚 时尚最时尚 不是我买的那些都是便宜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 以前买的最近也不咋买 买很多便宜的 不如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买一个非常好的 你就说我一下花那么多钱太浪费了 那个什么 你冰淇淋可别怪我 没给你买啊 是你跟我说不要吃的 要不 你看我还配备个小冰淇淋 你在干啥呀 我有这个小冰淇淋 你这个是超适合 超适合 我知道没那么好吃 对 就是小的这个巧克力 你要吗 我说这是啥呀 小马克西班 是冰淇淋吗 看来这个冰箱 不太好 这个好吃呀 我感觉怎么比那个手工的好吃 开玩笑吗 不可能 特别甜 工业的 手工的好吃 行吗 你借糖啊 然后我就 不可能 少买点衣服 你借衣服我借糖 不是 你也借衣服 不是我借什么衣服 你买的比我多 我买的一点点 我是女孩子 你是女孩子 我是男孩子 对我不应该买衣服 你完全没有必要买很多裤子 很多成人长的都一样 我买各种各样的健身啊 或者晚上的 晚上穿的 白天穿的 休闲时间穿的 对 这你还说到一个点上 为什么我们男孩子买的衣服 几乎都大同小异 男孩子很无聊 sorry 那你找个女孩子吧 行了 看来今天我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我刚才带琴她差点生气了 是不是老板 我不管你了 行 以后我这个感觉 干什么事 我只要一讨好 我老婆就有这种防备之心 我肯定是要买东西 买电子产品也是这样 只要你过来你就得买东西 没有 我买冰淇淋喝杯这个下午茶也算买东西吗 不算吗 你说给我带过来冰淇淋是为了讨好我是吗 行吧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衣服真的挺单调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我以后挺老婆的 多买点质量好的 是不是 嗯 行 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吧 我老婆没生气 是我最大的荣幸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 回复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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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